灵书寒热病原文原文疲寒热者 不可复习 毛发焦 笔搞辣 不得汉 取三阳之落 已捕守太阴 疾寒热者 疾痛 毛发焦而纯搞辣 不得汉 取三阳余下 已去其学者 补足太阴 已出其汉 骨寒热者 并无所安 汉住不休 时未搞 取其少阴于阴谷之落 此已搞 死不至 骨爵亦然 骨壁 举劫不用而痛 汉住 繁心 取三阴之精补之 身有所伤 血出多 急中风寒 若有所堕坠 似之谢堕不收 明曰体堕 取其小腹其下三阳交 三阳 焦者 阳明 太阴也 旗下三寸官员也 绝壁者 绝气上吉父 取阴阳之落 世主病也 谢阳补阴精也 景策之动脉人淫 人淫 足阳明也 在阴金之前 阴金之后 守阳明也 明曰浮突 四脉 足少阳脉也 明曰天有 四脉 足太阳也 明曰天柱 夜下动脉 必太阴也 明曰天府 阳盈 别本作逆 头痛 凶满不得息 取知人盈 报阴气边 取浮突与舍本出血 报习气蒙 耳目不明 取天有 报鸾弦炫 足不认身 取天柱 报丹内逆 甘肺 香薄 学义笔口 取天府 此为天有五步 必扬明 有入求辩持者 明曰大营 下持取 取之必 恶寒补之 不恶寒谢之 足太阳有入求辩持者 明曰绞孙 上持取 取之在比与求前 方病之时 其卖圣 圣则谢之 须则补之 亦曰取之 出鼻外 方病之时 圣谢须补 足阳明有斜鼻入于面者 明曰玄炉 属口 对入戏目本 是有过者取之 损有余 亦不足 凡者一起 别本作甚 足太阳有通向入于脑者 正属目本 明曰演戏 头目苦痛 取之在相中两金间 入脑乃别阴绝 阳绝 阴阳相交 阳入阴 阴出阳 交于目锐字 阳气盛则称目 阴气盛则明目 热绝取足太阳 绍阳 依不全路 当作阴 皆留之 韩绝取足阳明 绍阴 依不全路 荡作阳 于族 皆留之 舌纵贤下 凡蛮 取足少阴 震寒洒洒 古汉 不得汉出 腹杖凡蛮 取守太阴 似虚者 似其去也 似使者 似其来也 春取落脉 夏取分凑 秋取气口 冬取经书 凡此似时 各以时为奇 落脉至皮 肤 分凑至肌肉 气口至筋脉 经书至骨髓 五脏 身有五部 浮吐一 肥二 肥者涮也 背三 五脏之书四 项五 此五部有拥居者死 并使守臂者 先取守阳明 太阴而汗出 并使头守者 先取向太阳而汗出 并使足静者 先取足阳明而汗出 必太阴克汗出 足阳明克汗出 故取阴而汗出 慎者 指之于阳 取阳而汗出 慎者 指之于阴 凡次之害 忠而不去则精谢 不忠而去则智气 精谢则并慎而匡 志气则生为庸居也 6 5 7 7 6 7 9 9 感谢观看